陳議員 陳議員了嗎 坦白講我們不懂為什麼 宋天公公車站對面突然冒出一棟大屋 我好像聽說是某位議員做出來的 沒有就是已經很久了 那一棟已經空很...幾乎是沒有幾棟是亮的 宋總齊 往... 公園 公園 公園對面那個 公園今天就用大樓一想跟局長講 我們好像忘記台北是一個本地 如果你在山的周圍都... 那麼高密度開發 蓋那麼高的話 是不是把我們的山都擋住了 那我知道在國外很多市民 他們都有權利 他們有看到山的權利 那我希望局長可以 可以把這個城市打造成一個生態的城市 像我們虎山上有螢火蟲 我們可以把這些螢火蟲 給它一個適當的環境 把它營造出來在我們的廣址裡面 那我們在平地上面就可以看到螢火蟲 對 那還... 所以我很希望 可以... 市政... 杜發局長可以考慮做一個綠帶 或是水廊 從山連結到基隆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未城市很棒加分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知道以前 林口街跟中坡南北路 本來這是一條自然的河道 那虎林街它是有工具 我希望... 在當初選的時候 荷兵說他要把那個... 那個... 那個有工具先開 我覺得這邊是杜發局 未來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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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 我... 我想講... 交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中市他們可以有8公里免費的公車 如果要是我們台北市也有免費的公車 那我們是不是就不需要這個捷運了 如果大家都可以搭公車的話 那我們還是不是就需要這個停車場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把這個錢省下來 那我們為什麼把這個錢省下來 你看後面... 嗯... 捷運後面真的是... 哈哈哈... 好啊... 不管... 那至少停車 停車位的需求會減少對不對 對... 對... U-bike 多車 好啊... 停車... 我... 我希望... 我們可以免費的公... 把這個錢省下來 去做免費的公車 然後U-bike 可以多車一點 這樣... 之前那個... 呃... 之前那個南港展覽館還沒通的時候 不是有南港線跟我們無限的免費的接駁公車 那我們這裡是不是也可以做 把綠十六跟紅五六 把它就是做成免費的公車 讓這邊做 我們信義線跟南港線的接駁 然後我上一次講 永春站 到台北市會不會改成二十... 二十五改成二十... 我覺得真的很想鼓勵我們 大家可以走路騎腳踏車 而不是大家都自己開車 使用...多多使用公共運輸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用減展的接駁 取掉這台一百億 呃... 1.6公里的線 我覺得... 這個錢是很大的錢 我希望市政府可以把這個錢省下來 拿去... 做更有效的利用 謝謝 然後再來我們講 今天我們先把福德... 講...講講一點歷史 福德平生 他是台北市第一名的社會主宰 但是... 自己在介紹 因為那你的時間有關係 然後...